用手就能掰断的碳丝 为何涂上树枝固化后 却变得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作为改装借利器 材料借黑马 无论是飞机火箭 还是潜艇窗跑 全都有它的身影 那么碳纤维究竟有什么魔力 让工程师们如此青睐呢 作为碳含量90%以上的热门材料 其特点便是高刚性 轻量化和耐高温 抗腐蚀等 密度仅为钢四分之一的情况下 强度却比钢高出四倍 要知道 航天器的重量每减少一公斤 便可使运载火箭减轻一吨 也正因此 使得它在科技领域注定地位不凡 那既然这么强 是什么阻碍了碳纤维的广泛应用呢 简单点说 就是这玩意太贵了 在我国掌握碳纤维生产技术前 只有日德没有 虽然2018年产量排行世界第二 可也仅有300多万吨 面对14亿 人均只能分到一丢丢 距离普及还是相当遥远 而且主要由碳组成的碳纤维 制作时还不能直接使用碳或石墨 而是采用一些含碳的有机纤维 如粒氢纤维 粘胶丝等 将它们与其他材料混合后 经过拉伸便可得到碳纤维原丝 然后送到预氧处理器中 进行氧化处理 在这里 它们将在200多度中 进行一小时左右的加热处理 这会迫使碳原子 从空气中吸收氧原子 并将分子重新排列成 更稳定的建核模式 之后 再在真空保护下 进行低温碳化与高温碳化 将其转化成 具有乱层结构的碳纤维 最后再将其纺织成布 便可大功告成 那么用碳纤维做的车 会不会更上油呢